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然后我们行政院已经把这个法案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这个可以说是实现马总统原住民政策白皮书的第一步 虽然外界对于这个我们自治法将未来要划设的这个自治区的定位 还有它的财政 还有它自治权的内容 以及它申请划设自治区的程序 有很多不同的批评跟这个意见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肯定 我们行政院各部会已经统合出一个版本 就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要送到我们立法院来审查 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 比过去民进党所执政的时候 他们所朝领的原住民族自治法只有十五条 那个他们的版本呢 没有很清楚的规范自治权的内容 但是我们政府 我们执政党的版本 是有很清楚的规范 将来的一个划设的程序跟自治权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肯定 所以原住民族自治 如果将来在立法院通过的话 将为我们原住民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画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原住民为什么要自治 自治并不是说脱离我们台湾这个本土的疆域 另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意思 自治是要给我们台湾原来的主人原住民化设一个区域 让我们原住民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能够当家做主 能够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特别是两岸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个和平发展跟稳定的这样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民意呢 统独的意识形态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一个对立 所以我们台湾将来走向和平或者是走向一个战争 我们只是希望未来台湾前途怎么走 原住民还是在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 他能够当家做主决定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说脱离这个变成独立的一个政治体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也是我们世界各国原住民争取自治最主要的意义 所以自治立法是我们原住民唯一的出路